大家好,2021年3月5日第二部视频 法国媒体主管机关 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 简称CSA 宣布通过了中国官媒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播放执照申请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 原来在欧洲进行播放 它有一个执照 是英国发的一个执照 整个欧洲是有这么一个法律规定 只要是取得播放协会的某一国的执照 然后全欧洲加入播放协会的所有国家 你就都有权利进行播放 也不用一张一张去申请了 只要取得一张就行 而这个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它在欧洲进行播放 它就用了一张执照 哪的呢 英国的 英国呢 前一段时间大概是二月份吧 认为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是受中共政府这个指派进行播放 播放的内容呢 是不公正的 是受中共外宣指导的这么一个电视台 所以呢 把他这个执照给取消了 取消之后呢 他就等于是无执照了 无执照就在欧洲这个失去了播放的资格 这个大外宣 我们也报道过他就要退出欧洲 而且很快德国政府就不是德国政府 就是德国的这个播放渠道很快就给他关闭了 在德国他就没法进行播放了 后续呢 应该很多国家也会采取这种步骤 那这个大外宣就着急了 抓紧再申请一张牌照 发现法国的要求不高 法国什么要求呢 只要是你用法国或者是欧盟的这个卫星 进行信号转播 通过他的卫星来进行发射 这就可以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呢 这个信号源呢 是从法国发出去 只要满足这两点 你内容只要是不违法 比方涉及公开的黄赌毒 这个就无所谓了 剩下他一概不管 是不是受政府指派的 是不是有外宣啊 有政治目的 在法国这个新闻自由 这种大前提下 他一概不管 中共呢 就去法国申请 没想到 这个法国视听委员会 竟然宣布 批准了 那这样合着绕了一圈 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这个外宣播放 没有被英国从欧洲赶出去 还是踏踏实实的 在欧洲继续进行他的外宣了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 要知道很多自由世界的新闻记者 比方说就是法国批准的 那就拿法国来说 他的很多记者想进入中国进行采访 进行报道 一直被阻拦 一直得不到批准 结果呢 没有什么对等地位 中国呢 到这一批准 还就允许了 结果你呢 去他那呢 想报道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 香港的国安法 想报道个新疆的这个反人类罪行 是不是有集中营 想看一看这个疫情 到底来自于哪里 都被中共所塑脑 想采访一下这个维权律师 人权卫士 想采取 想访问一下 看一看这个反政府人士 宗教人士在中国的待遇 都不行 结果呢 他跑到法国 跑到欧洲 成天宣扬这个 这个习近平的大国立政啊 习近平怎么亲自指挥 亲自这个释放病毒啊 怎么抗疫成功啊 反而畅情无俗 完全失去了这个对等的原则 怎么说有这个事呢 其实可以隐身啊 来聊一聊 这个自由世界啊 他呢政府呢 很守强力关注 或者是指走很多领域的具体的这个运行 你比方说经济啊 他是这个自由竞争 只要符合法规就可以 新闻呢 也是如此 只要是这个你不明显的搬动是非 造谣啊 没有什么证据抓住你 不公开宣扬一些法律禁止的东西啊 都是允许的 在其他很多领域也是如此 在法治与民主社会呢 所有的条条框框管得非常的少 但是呢 他要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个新现象 就是中共以举国之力 以国家政府来操控的 这些竞争者的出现 而他们呢 并不符合这个市场行为准则 他们呢 更多呢 是带有意识形态 带有这种对自由世界 对法治的这种免视 对民主的这种仇视 不公平的这么一种态度 来和你进行相处 你呢 是完全开放 自由的监管并不多的这么一个状况 而他呢 是带着敌意 带着虚假的东西 过来和你进行交往 完全不公平 完全不对等 自由世界一定要认清中共的这种邪恶 一定不要被 比如说 通过这个欧洲卫星来转播 信号从法国发出去 好像能取得很多经济利益 你又没有什么很直接的证据 证明他在胡说八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大家也都知道 他是受中共管制的中央电视台下属的这种外宣 可能会对你 这个进行歪曲的这种新闻播报 让你得不到真实的情况 他带有政治目的 带有邪恶的这种意念 来进行这些行为 那你怎么和他面对 你应对这么一个不是市场行为 一个专制政权 带有邪恶目的的这么一种宣传 就不能按照现有的这种法律规定 这种这个监管办法来应对他 否则的话 必然会出现像 比方说英国出现的 对大学管理这方面 也是这个完全市场化 按学术自由来进行 结果呢发现33所大学里面竟然帮助中共在核领域进行这个科研 某种意义上就是帮着中共在优化它的原子弹出现这种情况 美国呢也是很多学府啊 有这个孔子学院进行意识形态的这种渗透 对学生这个进行隐藏在学习汉文化之中的这种中共意识 中共的这个理念的一些灌输 以及在好多科研院所 好多这个研究机构 这个剽窃 这个美国的知识产权 这个偷取最新的前沿的科技成果 出现这种情况 你呢是大家都公开啊 嗯 都公正啊 这个有良好的道德约素 他呢是渴着心带着一个 那种贼啊 才有的那种心态来和你交往 你不还不你还不加以小心 还不再提高警惕 那这样的话 对整个这个相关国家的这种法治与民主 会造成非常大的侵害 这个消息传来感觉还是挺让人震惊的 因为欧盟毕竟欧洲 已经开始警觉 已经开始掉头 要重视中共的这个邪恶 重视中共对法治民主自由的这种践踏 要既做生意 又要维护这个现有的世界民主秩序 又要这个维护这个世界的这个普世价值与道德标准 但是呢具体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大外宣呢 竟然还给他发了牌照 真是我觉得这个 虽然已经开始转向 但是呢 这个程度 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 对中共的这个应对 没有形成统一的一个清晰的这么一个概念 又让中共钻了空子 希望这个牌照 发下去 能有没有在这个议会层面 或者是行政层面 有没有能够阻止他的 也希望其他欧洲国家 给法国这个交换一下意见 能让法国这个视听委员会改变发出的这个牌照 这个决定 因为他发出这个牌照 他以后说什么 你就不需要再给他进行审查 所出现的这种 对民主自由的这种侵害 会源源不断的 由中共授意 他向欧洲大陆进行这种播报 希望所有的国家 能够确实真正警醒起来 防备中共的这种邪恶势力的渗透 不仅在电视播报领域 尤其在科技领域 在意识形态领域 在学术领域 一定要惊醒 好了 拜拜